现在来介绍健康带 健康带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利用健康带 要来调理脊柱的前弯后弯或者侧弯 为什么要调理 因为如果脊椎柱不止的话 它会影响我们的中枢神经 中枢神经有问题 就会影响我们的五脏六脯 脏腑有问题 那我们内分泌系统就会受到影响 最重要的是我们修行打坐 蒸气没有办法发动 对我们的修行打坐会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今天我们来介绍健康带 健康带总共有三条 第一条长带 第二条也是长带 第三条是一条短带 那我们怎样来绑 绑是有顺序的 那么绑的时候要记得有三个位置 绑的时候 那么健康带我们的绑法最重要的是要注重它的秩序 首先我们来绑短的这一条 就是一二二这个地方是长带 三这个地方也是长带 所以我们先来绑一的位置 绑的时候注意这个环扣 这个环扣要放在两腿之间的空挡 免得太紧的时候压迫到 那绑在哪里 所以我们这个脚踝上一公分或两公分左右 绑的时候不要太松 也不要太紧 说太松太紧做个整个区别 用我们的手指头来看 如果我们这样插不进去那就是差不多了 如果说可以插得进去 那就是太松了 做自己做一个斟酌 还有当我们绑好之后 我们这个地方如果 夹完了之后觉得太紧了会痛 你可以事先用一条毛巾 或者一块海绵垫着 那就比较不会痛了 再来绑第二条 也就是第一条长带 那长带绑在哪里 先绑在膝盖上方 也是一公分或两公分的位置 来绑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 绑扣要放在中间 不要刚好放在肌肉上 等一下绑紧的时候 因为受它压迫 它会比较痛 还是一样 绑紧在这三条当中 膝盖上方这一条 要绑紧一点 好 绑好了 再来是第三条 就是第二条长带 绑在哪里 还是膝盖下方 一公分到两公分的位置 在这三条当中 第二条长带 可以绑松一点 可以绑得不必那么紧 因为绑得太紧了 好 等一下 我们这条短带的位置 会太紧 会影响这里的位置 绑好之后 我们先躺下来 来测试一下 看看它是松还是紧 紧可以松一下 甚至我们忍耐一下 太松了 那就一定要调整紧一点 那我们先来看看 先来测试一下 有没有太松 还没有躺下去之前 我们就发现 膝盖上方这里太松了 那么马上就调整 要紧一点 要紧一点 绑得好 那测试的时候 整个测试 来 我们来看看 躺下来 我们这样来感觉 然后因为晚上 我们可以绑着睡觉 我们就把腿去下 转过身 来看看 有没有哪个地方松了 哪个地方太紧了 如果觉得还可以 感觉不错 那也表示我们绑的位置 绑得很好 哪个地方松了 我们马上就调整 如果你感觉 这个地方太松了 那我们就来调整这里 哪里松 就调整哪里 这就是三条健康带的绑法 那么绑上去的 当然也要拆下来 那我们要怎样拆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来做个示范 你看 刚刚绑的时候 是从这里开始 一 二 那健康带现在绑好了 那健康带 有什么用处 有什么功效呢 第一 女人有很多的毛病 比如说做月子的时候 身子摔 气弱 手脚冰冷 这一类 我们绑健康带非常有效 那么 再来 什么时候可以绑健康带 你看电视啊 打电脑啊 上班的时候 只要你是坐着 就可以绑 可以绑哪里 绑上面这一条 那你平常 我躺着 只要可以躺着 我睡觉也好 休息也好 这个时间也都可以绑 因此健康带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保健方式 如果有人脊椎侧弯或者前后弯 常常要花很多钱 跑很多地方花了很多时间去做治疗 但是如果你懂得健康带 短短的时间就可以把你的筋骨肌肉固定定型 你就会发现很短的时间 你就可以得到疗效 走路 八字型的人 你会发现过一段时间以后 你的脚板就可以正向的 提醒的 走得非常稳当 这些都是健康带的功用 修行打坐的人 最好常常绑健康带 很容易让你的气机发动 打坐的时候 你的腿盘得非常顺 甚至膝盖也比较容易落到地面去 这就是我们健康带的简单介绍 最好